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肖战资讯 2024年4月25日是点点小公主生日快乐啦 还记得2020年4月25日 肖战的单曲光点在没有预热 零宣传的情况下悄然上线 然而 这首歌在短短两个小时内 销量就突破了400万 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势头 接下来的四天里 光点的销售额暴涨至一亿 成为史上销售额最高的专辑之一 肖战凭借这首单曲不仅斩获了 华语新专辑销量第一 QQ音乐巅峰唱销榜年榜第一等奖项 还在2020年全球数字单曲唱销榜上位居全球第七 创下中国歌手史上的最好成绩 这首歌的成功背后 是一个关于坚持 突破和重生的动人故事 光点的成功不仅体现了他的音乐才华 更证明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发行这首单曲之前 肖战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舆论风波 但他没有被困境击倒 而是将自己的情感与能量注入到音乐中 用光点表达了对生命的积极态度 正是这种逆境中的坚韧和乐观 吸引了众多粉丝的共鸣 成就了这首歌的传奇 光点的歌词充满了温暖与希望 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这首歌不仅旋律动人 歌词也直及人心 它让人们相信 只要心怀光点 就能在黑暗中找到前行的方向 这种鼓舞人心的信息 不仅让肖战的粉丝感受到力量 也让更多人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态度 在这首歌的发行四周年之际 许多粉丝回忆起光点上线时的激动心情 仿佛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光点的成功也证明了肖战在音乐领域的巨大潜力 作为一位演员转型歌手 他的歌唱技巧和舞台表现力赢得了广泛赞誉 他在音乐中注入了自己的情感 赋予歌曲灵魂 使得每一位听众都能感受到他的真诚 这种真诚和才华使得光点成为一首里程碑式的作品 不仅在肖亮上创下了记录 更在心灵上打动了无数人 肖战的光点不仅仅是一首成功的单曲 更是一种象征 它象征着在困境中不放弃希望 在黑暗中找到光明 它也象征着肖战作为一位艺人和一位坚韧的人 在逆境中不断成长 突破自我 这首歌的发行四周年 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 也是一段值得铭记的旅程 在未来 肖战将继续用音乐和表演感染更多的人 而光点的故事将继续激励人们 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光点 勇敢前行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肖战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扣 请不吝点赞订阅